昨天我找了曹家昭和文昌 不知道大家在庭幕廳 說起黃標 亦都說了我們啤梨頻道 在星期五 星期四就被人禁了台 過了二十多小時 終於在極力爭取之下 很多事幫忙之下 就能夠開放 昨天也說了 富士蘇卡和張華坦丁 和啤梨的淵源 被我發覺有一個我趕漏了 可以說是有追殺啤梨頻道 但主要是追殺MHK 追殺鱷魚、西瓜總理 知不知道是誰 是哲哲的美食家 追殺他們就多些 我們出一張照片 201 出下一張照片 就是講一下我們啤梨頻道 有時都會有些趁價 這個趁家就很久 叫做黃仁龍 試完他為何會做啤梨頻道趁家 其實他嚴格上 就不算我們趁家 他以前MHK台 就很喜歡在 那時尿準你的節目 他叫甚麼名字 還有黑色的美食家 還有一個 夜蚊 一齊講一下馬 講一下波 有打齊齊發 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 就在那時尿準你 他們的講波 講馬 那些節目 一起在那裡聊天 一次不知道被尿準你尿還是怎樣 自此之後 死火了 就好像昨天 給夫斯蘇卡 那些被啤梨尿過之後 他就活起阿屌準你的陰影 那自此的黃仁龍 就和所有MHK有關的人 他都爭的 有時可以在我們留言下面 叫他吃屎 給阿屌準你跳過那些村 但你很奇怪 你又問他今晚的波 有些甚麼提示 他又會給你很正常的聊天 其實我對他完全沒有事 大家都喜歡看波 就沒甚麼所謂 以前你給阿屌準你屌過 都不肯關他我們事 心想但沒所謂 你要床板夾春袋 你要連屌準你所有的朋友 在MHK做個人都追擊 都沒所謂 他後來當然因為爭阿屌準你 就爭同一時間 MHK其他節目的主持 當然阿飛 現在都沒空 中國人是這樣的 是呀 早上爭美國 下午爭日本 晚上又說你是越南 我們是越南 又說甚麼歐洲 中國人喜歡這樣爭人的 但是越南 譬如買了口罩給這個 新基內亞 一定搶 然後他會爭這個 包括新基內亞感本 他們的人 太多事要爭 就是 很不得閒 爭 真的 我真的不明白 有個schedule 我懷疑 10至12 爭美國 12至1是爭日本 1至3是爭 爭誰好 1至3是爭英國 就韓國 美國走狗 是 越南猴子 越南猴子 我真的 不行 他們很不得閒的 說真的 中國人真的很充實 現在他們自從崛起之後 所以我見到 有這些 我心想你放下自在 尿種你 又不會在乎你 第二 你又叫一些人出來 突刺我們 我也不知道你多想找人 就是有些人出來突刺阿飛 喂 喂 我們馬上直播 原來的商市多高 就是 居然這麼牙策 整天說沒有人打他 去到現在 我們補習社等了兩年 你等了兩年 等了兩年 等了兩年 只有一個思覺失調 現在是青山的 上來 我等了四五年 找人打阿飛 有一個阿伯上來 踩線那些 踩線 那些都是他無所謂 我一踩線之後 五角馬路坐在那裡 什麼事 就是來看看你們 那些都無所謂 那些都無所謂 但是 那些都無所謂